左转下山 延禁右转 禁止右转 它这个是单行的 左边是下山的 左转下山 他这可能文宇尔原来还想弄个珠海区间区的区间车的 你看他有一个像区间车停靠站的亭子 没准想弄一个那种小电瓶车那玩意儿 再收个区间车票 停车费诗海 是个区间车费诗海 他现在还在投资呢 是啊 他搞起来还是有搞头 但是他搞完了以后 他的钱也花了 能不能把这些都挣回来 就是另说了 他头他肯定是想着将来挣钱 就好像开餐馆 你一装修就几十万砸下去了 都想着是将来 我这个挂子做的好吃 然后好多人来吃 然后就挣钱 挣着钱的是一部分 没挣着钱的 也大有人在 几十万砸下去 没挣着钱的 然后他后面有没挣着钱 他也有可能继续投资 他想的是我这个做了 那个做了 然后他就能挣着钱了 反正花钱是肯定能花的 挣不挣得回来就另茬 靠这个土地升值 这都是租户 哪个是山头的房东 那不是山头 房东有个屁用 他没准他现在头的人资金不是很 就实力不是很大 没准他有一天 整个什么的 就有人 看上了 对 那还有景区的阿里拍卖上拍卖的 然后拍卖不掉就破产 就破产 那怎么办 那没有办法两半 破产了大把大把 那景区也有破产 这种私人景区就是这样的 跟开餐馆是一样性质的 开餐馆的也大把的把的倒闭了 倒闭了 但是架不住还有一堆人 就是想想来开餐馆 因为开餐馆门槛低 好多人一说创业自己当老板 就只会想到去开卖吃的 不管卖什么吃的 餐馆也好 蛋糕店也好 什么的 卖小吃也好 烫店也好 反正一说要当老板 就只会想到去开个餐馆 卖吃的 然后那么多人都能做的生意 门槛太低了 竞争激烈 竞争激烈 这么就 挣不到钱